大家好,我是Susan 我今天来跟大家更新一下 我在兰花的花梗上培育出幼苗的最新状况 这一棵是迷你蝴蝶兰 它真的是培育出花梗了 你看花苞都长得这么大 可是有点意外的是 这边 这边 有一个粒色的 我不知道会不会是 到时候会不会是出现叶子 我还是很期待它能说长出幼苗 你看它花苞开了 四个花苞 我也不想给它把花苞剪掉 反正它要怎么样就顺其自然吧 还有这一棵 这一棵呢 没什么进展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它的花呢 还在开呢 还是因为它 营养不是很够呢 我今天呢 我今天呢把它的花呢剪掉 因为这个花也是 开了两个多月的 然后呢 我把它剪掉 长得不 长的时候呢 不是 就是我感觉它长得不是很大 是有在长 可是不是那么明显 我希望这一棵是 刚好最近温度开始高了 到时候能长出新的高苞 还不是花苞 这一棵更小 这个好像有点不是很成功 这个是比较成功 我把这个花剪掉 看看在一个月之后 看看能不能长得快一点 它的叶子状况其实都挺好的 这个有一个是因为 那个时候在供养菩萨 拜拜的时候嘛 那个烟呢 弄到气跟什么都是还挺好的 所以我希望它 一个月之后呢 我会跟大家再更新一下 谢谢